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最近暑假到了嘛 那你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很開心 對我來說呢就是 欸沒錯 是已經開始工作的人就會心有啼啼言 就是暑假對我們來說 不過呢就是讓我回想到 我以前小時候的暑假都在做什麼 前幾天在我IG的限時動態 有PO說我找到一些以前的講義 綜合以上我就覺得 欸我的童年其實很精彩很可以分享 因為我覺得 我上的才藝班數量還真的有點誇張的多 那今天主要會介紹我從幼稚園 到大概國高中上的才藝班 再加上一些我在大學的暑假在做什麼 所以不再說 Let's get started 我從小到大上過的才藝班非常的多 我現在沒有辦法完全的記起來 所以我已經先打好了 數了一下有上過 鋼琴、長笛、書法、美術、油畫、作文 武道、武術、插花、英文、公文、配音、科學 讀書會、打擊樂、電腦、幼兒律動 對 是不是很多 這樣加起來應該有 1、2、3 17個才藝班 事情是這樣子的 因為小時候我爸跟我媽都很忙 所以我們三姊妹 寒暑假跟課後其實基本上都在才藝班讀過 我媽有一個想法是 與其把這個錢給保姆或者是安親班 那不如把你送去才藝班 就是你知道至少可以學點東西回來嗎 然後我記得小時候我媽就有一張很大的錶 是我媽自己畫的 然後我們三姊妹就有三個顏色在上面標說 我們各自的行程 因為我媽的事情太多 所以她常常會忘記去接小孩 二姊有一次就被忘在鋼琴老師家 直到我媽想說 嗯?我們家怎麼少了一個小孩 然後才胸胸想起來去接她 就 對 幼稚園的話我大概上了插花、英文跟美術 我其實到現在還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為什麼要送一個幼稚園小孩去學插花 但我媽可能就是想從小訓練我們的美感吧 我到現在其實只記得 你知道插花下面不是有那個海綿嗎 然後會是濕的 然後你把花這樣插下去 她就這樣不濕這樣 然後我就記得那個觸感很好玩 所以對 以前幼稚園的老師問我說 欸你以後想要做什麼 那大家不是都會說什麼 我要當太空人啊 我要當總統啊 我要當醫生什麼的 我不是 我跟她講說我以後要當花店老闆 另外我好像是在兩歲還是三歲 就有去上美術課 就是我媽轉述給我 因為我那時候太小 其實也沒有印象 但很特別的是 老師會把整個教室用那個 圖畫紙給鋪滿 是整個牆跟地板 然後我們會被要求說 穿一些可能不會再穿的衣服 我們就是拿三個顏料 就是紅、黃、藍、滿手都是顏料 你就到處弄手印啊 然後調成綠色、紫色、橘色 那堂課最主要的用 應該就是培養小孩子 對於顏色的敏銳度嗎 跟有那個刺激這樣 然後之後就慢慢有延展到一些 像木工啊 或是縫紉之類的 然後之後就銜接到油畫課 不過油畫課大概只上了一年左右吧 對 再來就到我最豐富、最繁忙的小學時期 這段時期大概是我上過最多才藝課的時候 我本人其實是一個對樂器很沒有耐性的人 我就是那種自己說要學 然後又不練習 對我就是那種死小孩 後來我媽就說 你如果不練的話 我就不讓你去上課 那我就說 然後後來自己又說 我想要去學長底 所以我長底也大概學了兩年左右 然後一樣又是 不是很愛練習的那種 再來我不知道有沒有跟我一樣 有學過公文、數學 那我會去上課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也是自找的 就是我以前看我姊姊有功課 然後我就會跟我媽說 媽媽我也要寫功課 所以後來我媽就把我送去公文 學數學、國文跟英文 那個時候也是寫得很痛苦 我也是常常邊哭邊寫的那種 默默的也好像還是堅持了三四年左右吧 我小時候也是雲門舞蹈教師的老屁股 從我大概真的是很小 大概三歲還四歲 就把我送去舞蹈教師 學那種幼兒律動 芭蕾、民俗課全部上完了 最後還成為他們雲門武術課的第一屆成員 如果你現在到雲門舞蹈教師的官網去看 有可能還會看到我那個很青澀在打武術的樣子 很值得一提的是 有一次在兒童律動的課裡面 我們那堂課要探討的就是 硬跟軟的差別 所以我們老師就帶了一袋的吐司 跟烤吐司機去舞蹈教師裡面 那一天就是老師先讓我們摸那個軟的吐司 然後我們就要呈現那個軟的感覺 然後再把吐司拿去烤 然後我們要呈現一個就是硬一點的感覺 這樣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你相信嗎我還有去上過 小小播音員跟小小主播的夏令營 我覺得我媽可能是覺得我太吵 然後我記得我還在那邊就是 假裝有台風在那邊報新聞 在播音員的那個夏令營 還要去報一個動畫配音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配一個 在海底世界的魚的故事吧 邊路然後嘴巴還要這樣去 好像有沒有爆炮這樣講話 我真的覺得超好笑 好然後我等一下會再分享一些 我以前的作品給大家看 國中開始其實就慢慢把才藝課的比例下降了 因為畢竟學業的壓力也比較有起來 我覺得我又算是對自己要求比較高 我的PR其實一直都維持那個不上不下的階段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上什麼全科班啊 補習班什麼的 同時間又要考數科的考試等等 所以那段時間的確是比較少有機會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國中也是一個階段就是你會慢慢知道說你想要做什麼 你不想要做什麼 所以到最後我大概就剩下舞蹈跟英文 跟就是一些補習班的東西有在繼續 如果你是舞蹈班的話你一定懂 就是你一到五在學校跳舞 六日還是要到舞蹈社去上課 呃會像民俗 古典 現代 在芭蕾等等 那我自己是跟我的恩師 就從我小時候教我到大的冷靜老師 呃如果你聽過像保爾基老師 樹豪老師 其實他們都算是舞蹈界非常厲害的名師 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很幸運 就一直都有遇到很棒的老師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把小孩送去學跳舞的話 我也會把那個老師的舞蹈師留在資訊欄裡面 再來到大一的暑假有上課 然後其他就是有稍微去打工跟做實習這樣子 大學這邊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所以我就直接帶你們看一下我以前的作品集嗎 嗯 先給你們看看這個好了 這個是我以前上那個 Humanity課的時候 然後我每個禮拜都要看書 然後寫讀書心得 然後我每一個禮拜 都給他寫成這麼滿 真的是很誇張 我現在都覺得非常 哇 總之我就累積了一疊這樣子的講義啦 就是那個暑假修的課 我現在其實非常的對不起那個老師 因為我覺得他改我的work sheet 應該會改得非常痛苦 接下來呢給大家看一下我以前的美術作品 這些其實都是我在櫃子裡面找到的 我就隨便拿出來看 哇 這是什麼啊 哇 我畫了一個太空人的樣子 我有點忘記我在畫什麼了 不過應該看起來是一個茶壺的屋子吧 裡面還有人在學英文 還有剪紙 還有這個 這個要怎麼看啊 是這樣子嗎 還是這樣 啊這樣這樣 CUTE 色彩很棒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蝴蝶 我以前居然畫蝴蝶 我現在是這麼痛恨昆蟲的一個人 我以前居然畫過蝴蝶 喔然後我想起來了 以前還會學一些比較3D的東西 要畫出陰影啊跟立體感 還有什麼呢 接下來呢 這是我的書法作品 我覺得我以前的書法其實真的寫得很不錯 你看 大家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講 你覺得我寫得如何 Cindia你真的很還好 你的書法真的很還好 我也是不知道 你們覺得呢 我現在地板上全部是我自己的美術作品 最後呢 還有什麼可以分享給大家 我想想 我是有找到一堆這種 以前小學的生活小記啦 哈哈哈哈 4月14號 原來 今天媽媽看了我的數學考卷 就噼哩啪啦的一直罵 其實有一些我是真的不太懂 請老師不要告訴別人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給大家 我從小到大的暑假都做了些什麼 那也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上過任何類似的才藝班呢 如果有的話 不要忘記留言在下面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我現在很快的跳進來 就是講一下我對於才藝班的看法 我今天介紹了這麼多我上過的課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麼小送小孩子去上課好嗎 對我來說 在家長的能力範圍內 如果能讓小孩有很多不同領域的exposure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看到很多同學就是因為課業 所以放掉他們喜歡的才藝班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當然就是要看每個家庭自己的教育觀啊 就是每個人狀況都不一樣 像才藝班應該是一個很紓壓 然後很快樂的事情 如果因為像這個才藝班 帶給你其他壓力的話 那我覺得反而會變成一種負擔 不過我還是蠻建議小孩子可以去嘗試 各式各樣的領域 真的很有趣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的話 請按個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正在這裡 我會在我的下一個影片 拜拜 這堂課如果選成這樣還不給我A plus 我應該會生氣 我以前好浮誇喔 明天就要考期中考了 我好緊張喔 我現在沒法說別的話 只有緊張緊張緊張 我還沒考試 就已經覺得兩腿發軟 我才是真的年級耶 兩腿發軟 別讓我來 確定 如果你emark 誠了 rif閒